第二次试题 张润在理化实验室进行甲道挤六组实验 探讨质量守恒定律 若各组实验皆未在密闭的实验装置下进行 甲 每代燃烧 以 双氧水制氧 丙 钢氏熔燃烧 丁 大理石加盐酸 物 碳酸钠加氯化钙 挤 纸张燃烧 上述哪些实验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这个题目出的不好 因为它没有仔细的说明我们操作的方法跟步骤 那么它的答案是只是根据我们的化学反应 都要遵守质量守恒来给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实验装置没有密闭 如果有气体进出的时候 我们做的实验操作可能会质量不守恒的话 那么我们的实验椅 我们的实验钉跟我们的实验脊 它都会产生气体跑掉 它测得的质量会减少 而我们的铁带燃烧 跟钢氏熔燃烧 会变成氧化铁跟氧化铁 会多得了一个氧 那么这样会增加 只有我们的物 碳酸钠加氯化钙 即使没有密闭 它也会遵守质量守恒 那么答案就会变成物 但是它给的答案是根据化学反应都会 遵守质量守恒来给的 因此我们问我们说 上述哪些实验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答案给的是A 甲乙丙丁物己 请不吵下线 Francesco